叶阿姨 你要去哪儿 小 小芒 小芒 叶医生 你别 你别走啊 别动啊 太危险了 叶医生 你快下来吧 花姐 别走了 别走了 你要是出了事 我怎么想阿姨和小芒交代啊 可算来人了 我就上个厕所 他就爬到来个外头了 他说要逃走 叶阿姨 阿姨 我们快走吧 快走 快走 叶阿姨 你要去哪儿 小 小芒 妈 小芒 阿姨 你住手 叶阿姨 你别动 快跑啊 叶阿姨 小芒 快扶住你妈 来 妈 你没事吧 阿姨 你别怕啊 有阿姨 有阿姨在 阿姨会保护你的 不让你爸爸再打你了 阿姨很乖 小芒 快把你妈拉开 妈 没事了 阿姨 从报告上来看 叶阿姨的病情的确有所好转 不过根据你们刚才的描述 他现在回想起来的 都是十分破碎的记忆片段 也就是说 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完整地回起整件事 目前来说是这样 她目前能恢复到 现在这样的状态 已经很不容易了 由于病人长时间的昏迷 导致脑部神经 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所以她现在的记忆 只是一些破碎的情绪 而这些情绪 都是深深印在 她脑海里的感受 至于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那完全是模糊不清的 难道就要这样一直下去吗 你们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医疗手段 来对付这种情况 我不想让我妈 一直这样被人误解 小萌 你先别急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想办法 但是我不能保证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靠现在的医疗手段 去全部解释清楚的 我私下里看过一些 相关的病例 病人的康复 不单单是依靠医学治疗 更多的还需要家属的配合 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 要让她更多地回忆起 那些碎片 无论是感受 还是情绪 对于她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 好的 我知道了 萧医生 谢谢你 不用对我那么客气 是叶阿姨给了我机会 让我成为了一名医生 我也希望她早日康复 我还要帮叶阿姨 做一些检查 你们先出去稍等一会儿吧 妈 小萌 没事的 没事的 你放心 别害怕 叶阿姨 您不用吧 扶过去 您这边坐 您这边坐 没事的 来 阿姨 你怎么了 我只是在想 她今天说让我别怕 说不会让我爸再打我 她要保护我 我没有想到在 叶思荣的记忆当中 我有一部分是想要保护我 那我妈今天 她还说了什么 她还说要逃走 带上你 还叫我一起 我妈 她都是因为我 才答应周叔叔 做她的私人医生 如果她不愿意 她可以拒绝 可是现在这样最终还是害了我爸 我妈 她绝对不会是你想的那样 不会 那不然她为什么要一直跟我说对不起 我 阿姨 我知道 真相一天没查出来 你对我们的误会就一天不会消失 但是 但是在某些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放下这些误会 哪怕只是暂时的 我不想因为这些误会 让我们连其他事情都没有办法交流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今天我去福利院了 有个叫天空的孩子 我知道 林茵还送了我她的两幅画 前段时间 深海医院去福利院给孩子们做检查 结果查出了天空的眼睛 发生了病变 情况 不太乐观 深海医院不是专业的眼科医院 需要请自身的眼科医生来 我去安排 你真的愿意帮她 因为她的话很打动我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天空的情绪很糟糕 没有办法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 那你就让她勇敢起来 在这方面你不是很有经验吗